人機話題來看到 進入暑假了 不少學生都想要打工賺點零用錢 而在AI浪潮之下 相關的打工職缺也成為熱門的選項 好我們來看到包括 AI影像標述、語言模型整理等等 而當中薪資最高的 就是AI上官獎師了 執行最高上看1500元 我們會去把這個AI的問答句型 做格式的生成 對著學生侃侃而談 不管是寫作、職涯、創業、分享 通通難不倒 在人工智慧浪潮的興起下 AI課程講師特別有感 每個月至少會接到兩、三次的 不同的邀約 那實際上課的話 他們一次都會想要包班 比如說一個月包三、四次的課程 依照不同經驗 AI講師每一次分享收入 大約在8000元到1萬元都有 而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現在這股熱潮也吹進暑假打工市場 在求職網站上 已有超過2000個AI關鍵字 相關的打工職缺 像是AI講師 時薪最高1500元 另外工程師系統維護操作人員等 時薪上看800元 如果能具備雙語溝通能力 進行AI相關翻譯工作 每小時也有400元起跳 之前在就位博覽會 我看到一些公司 他們開始在招聘這些相關職缺 他們開出來的 其實薪資落差還蠻大的 你還是會嚮往自己的專業走 AI它有點像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技術 就是你一定要會運用 大部分學生暑假都有打工計畫 但也要小心高薪職缺的打工陷阱 我們看到薪水過高 但是工作那種過度輕鬆的工作 我們就要懷疑這份工作是否為正常 針對這家公司的話 我們要確認它是否有正常的營業 隨著畢業季暑假到來 搭上AI應用熱潮 企業積極真才 就是希望能夠補足人力缺口 這台北綜合報導